我觉得安瓦尔总理的这个讲话确实有相当具有代表性 因为马来西亚作为发展中国加重的议员 作为中国周边尤其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代表 那么他的这个言论显然是很有分量的 而且也体现出地区乃至世界多数国家 在对待涉华问题上的这样一种态度和立场 也就是说与中国打交道 与中国接触与中国对话 是符合与相关国家的利益的 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而且一些国家国内经济政治还遇到诸多的问题的这样的背景之下 与中国开展交往与合作 显然是有助于相关国家稳定各自的国内环境 并且为该国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而安瓦尔总理的这句讲话其实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他是站在过去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开展的 数十年的长期的紧密的经贸关系的背景之下 来谈的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这句话实际上代表的是 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以及各方面的往来 为马来西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所以马来西亚没有理由背弃中国 或者没有理由与中国保持距离或者停止接触 因为这不符合马来西亚的国家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是讲了一个大实话 实际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国家 他们也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待与中国的关系的 因为在过去 比如说我们看到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共建倡议以来 实际上为相关的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带来了几种设施 还有相关民生的这样一种巨大的改善 所以这些成绩他们是看在眼里的 他们当然也非常珍视与中国之间的合作与交往 所以他的这一方言论 实际上也是表明一个态度 就是某一些西方国家 试图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以及乃至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 是不可能得逞的 因为各国都非常清楚地看到了 与中国交往所带来的巨大的利益